所以财务从哪里来 从部署中来的 所以老法师在讲经常常讲到 中国人喜欢拜财神 但是都拜错了 他拜关公 他说真正的财神是 换礼 逃出公 逃出公就是换礼 换礼是帮夜王勾剑 复果的 他打败无往复差 恢复了国家 换礼是第一功臣 但是换礼跟夜王勾剑共事很久 了解夜王勾剑 可以共欢难不能共富贵 所以等到复国以后 换礼就离开夜王勾剑 改名叫逃出公 做生意去了 带着他的太太西施 这个人很了不起 把他的太太为了国家 送给无往复差 最后灭掉 无狗 所以他离开夜王勾剑的时候 就带着西施去隐积起来 然后去做生意 赚了很多钱 大家都称他叫逃出公 但是换礼逃出公很有智慧 老法是说逃出公过去生中 应该财布施很多 所以他做生意没有几年就发大财 花财以后 他又把钱散掉 全部布施 然后又从小生意慢慢又做起 没有几年又发了三季三散 这是真聪明 发财自己不享受 去帮助受位上贫苦的人 帮助需要的人 这是商人的榜样 所以赚钱的目的为什么 为众生 为助人 所以企业家里做生意做什么 为众生为福 为众生服务 所以商人的楷模就是逃出公 所以大家尊他为财生 也是很有道理的 他是教伦家说 你发财以他做榜样 他是菩萨商人 商人要学逃出公 众生服务